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回到港股洗一 我們有喬菲 喬菲 你好 你好 好 那個指數 我們剛才開麥克風之前都在談談 都是上上落落的款式 最新是16763點 升39點 0.2% 科指還剩0.1% 大股成交比較好 今天有北水 754億 我們都可以先看一看 恆子牛紅症的街貨分佈 大家大概買在什麼位置 好 那我們看看上星期五 北水還未回來 沒有什麼交頭 交頭比較淡淡 其實跟今天有一點相似的地方 就是它先跌 之後有回升 回到16700點這個位置 不過最低就跌到16480點 最後能收市的時候 較前一天沒有太大變化 不過買牛是比較多的 買牛多些 最多見到加倉是16300至16400點這個位置 加了430多張 都是厭時的一個重貨區 看到162至16300 其實都有差不多300多張的加倉 看到恆子 雖然它上星期五跌 但始終它收市可以反彈 提供一個比較安全的距離 今早我們最多活躍的產品 就是收回價16300點 51609 51609 是 好 看看這個51609的條款 好 先看看 32倍實際槓桿 是 16300收回 是 很長身 33倍的槓桿 是的 那些錢都是買牛多 牛多的 是的 OK 還有今天都是跟著的A股 A股其實就是 A股中轉跌的時候 看到恆子 雖然上次可以升超過過百點 現在看到蒸發了全部的升幅 都已經沒有了 所以現在都是16700多點 是的 那紅仔方面 大家轉去一個更加鐵價的位置 嗯 最多就是17000至17100點 是 不過看到比較保守的大廟 就仍然維持 在這個17500至17600點這個位置 嗯 那今早就看到 都多人減收回價是17100點 52188 52188 是 那這個收回價是17100點 嗯 嗯 這個冠冠就有38倍 OK 52188 那都 是的 暫時都是那個區間上落 是的 看不到太清楚一個方向的感覺 是的 對 對不下 升就升不穿 不過不要緊 我們個股是很精彩的 是的 尤其是職期之後 大家都有不少的股份 都走了一個方向 我們可以逐個看看 好啊 那不如我們看一下 說一下五號仔 五號仔 是的 因為其實上個星期都見到公佈了一些 美國那邊的就野數據 飛龍數據是比預期好 所以還有一些官員又出來放英 就是說可能遲些會推遲去減息 或者是還有可能這個通脹都是這麼高的話 就不排除會再加息 是的 所以就看到匯控 上個星期五是高開了2.4% 雖然那碟市是可以試高開的 保持著升 是的 升了差不多一年深高 是的 它現在最新是63.25元 其實如果你計算除息的因素 我看過它已經是五年的高位 所以是非常之硬正的 是的 還有看回它去年全年的業績 它順利是升了56% 創了紀錄的深高 是的 因為你看現在科技股 騰訊那些順利去年都按年跌了差不多四成 所以其實相比較之下 現在是不是反而是要檢視一下 是否現在去減這些銀行股比較好 其實我都拿了很久了 五號仔 現在還拿著 我還在拿著 我就是貪它穩穩陣陣 確定派息也不錯 最新又多了個兩點 就是它加拿大業務在賣了 確定了2.1美元的息 那就可以再看高一點 我自己就 我會認為這類型的收息股要有 那炒的話 大家會選牛多還是叫多呢 如果五號仔 現在看到就是 投資者趁它現在在場上 吃虎多一點 吃虎多了 合理的 所以很多過去五天 是流出了差不多三百多萬 不過始終現在 如果真是說 遲些不會這麼快去減息 或者真的有機會去減息的話 其實五號仔是否可以趁著這個消息 可以再上一層呢 它是股價 我自己主觀意願 就覺得它應該要再上 因為你拿著 對 因為我拿著 對 因為我拿著 而且如果息口還是能拿到的時候 我相信五號仔那個 就是承托力夠 逢低吸納 我會形容為 對 因為我也看到觀眾說 今季應該是比較保守 匯豐也是一個比較保守的選擇 很保守的了 我們推的這個輪都算是保守的 因為它今年差不多十一月尾才到期 現在是十個百分比價外 其實之前都有推過這一隻 之前推的那時候是一毫多的 現在已經升到差不多二毫多了 兩毫多了 升一毫多了 是啊 所以這個夠長身 那槓桿有高的 有十二倍 不錯 如果十一月到期 因為有時候五號仔他可能走得比較慢 穩陣召喚 要坐長一點就會舒服一點 70元也是射程範圍 上下上下現在都已經63.2毫多了 是啊 還有接下來星期三 其實還會有些CPI數據 還有星期四凌晨就會公佈它的意識紀錄 大家也可以盯緊這些數據 如果真的通脹前都是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大家就可以提前用這個直輪去部署匯豐 對 二三五六九 對 二三五六九 嗯 好啊 其實上個星期只有三個交易日 是啊 挺好啊 扮三日工 是啊 哈哈 你猜哪一隻升得最多呢 過去一個星期過三日 過去一個星期升得最多 是啊 是啊 啊 要想一想一下 會不會是9961呢 是啊 你猜得對 哈哈 我們沒有什麼 沒有格過的 因為我們只想起9961 因為格期多 是啊 雖然今天是迷升的 不過過去三天是升了8% 哦 升了8% 是啊 即是幾多 因為大家現在不是都憧憬不想消費那件事 因為我放假的時候 其實我都要收那些app新聞 不斷推廣 有多少港人又不想 離開香港去不想消費 哦 是啊 去出境啊 等等 是啊 這樣都 不過我不知道還是 其實整個大環境在炒內需 而內需最好炒就是出郵股 嗯 因為除了它之外 我看到一些什麼同情旅行 那些都升得挺好的 是啊 因為看到一些旅遊數字 其實出入境的旅遊人數 現在在接近疫情前的同期的水平 其實恢復得差不多 是啊 還有現在的人又喜歡出去玩 是啊 周圍逛逛 所以其實 還有接下來五一假期 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是啊 現在大家 Leo又說了 清明完又五一了 大家已經又憧憬著 哎呀 五一又會不會炒一下呢 是啊 所以你覺得9961 有什麼部署的心得呢 是這一刻去還是再等一等呢 我就會選擇留下十天線那些位置 看看有沒有機會 十天線就是361 我想370元以下 看看有沒有機會 因為現在說真的 你升了那麼多 你衝進去 就再薄破頂 可能你已經看著400元 所以變得 那個位置也要拿捏得好些 我就會用355元做止息 OK 短炒355做止息 大家計算位置 目標400元 OK 我想你370元邊或者樓下薄 就OK 我的意思就是375元如果回一回 到370元那時候去部署就穩陣一點 原來今早380多元 是啊 真的很瘋啊 OK 好繼續 23621 這個就是葵程的Call 真的厲害 是啊 行使價是460元 是9月到期 9月頭到期 OK 這隻就7倍 我看到有人說 他去買IU的票 也是在旅程裡買 哦 IU你對嗎 對 我覺得他很有趣 很有趣 很有趣 你會不會去買票看 買到票就去 好 好 麻煩你 謝謝 OK 哦 他是IU的粉絲 他是演唱會的KOL 哦 是嗎 什麼演唱會的票都可以買到 其實 我真的算很幸運 我每次都很難搶的票 朋友都可以搶到 為什麼你這麼好 有這麼好朋友 是啊 還有一次是我自己搶到 哦 你自己搶到嗎 周杰倫是我自己搶到 哦 我也覺得很幸運 在中環那次 是啊 海邊那次 哦 哦 竟然搶得到 請問有什麼秘訣呢 不知道啊 漂亮啊 沒有啊 漂亮啊 因為我漂亮所以我搶到 手速快 OK 好的 那麼 9961的Call 23621 其實同報是否可以看美團呢 可以啊 即是都是出遊 美團有酒店相關的東西 嗯 美團近來都很強 是他跟騰訊一樣 都有一個不錯的反彈力度 嗯 嗯 嗯 過去一個月他反彈了差不多17% 美團一直就 是啊 超厲害 他都好像狗狗扭得這麼瘋了 是啊 那美團看了他 資金流行就看到 現在好像 好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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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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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厲害 你看到他最近也是 下來他自己又沒有上去 你完全搶不到他 對 但是是不是也有些錢 很大膽地搶一下 也有的 是啊 所以搶還可以給大家 對 2034了 好 2034了 是啊 這個行使價是88.88 其實槓桿是5倍以上 就7月尾到期的 很好意頭的槓桿 88.88 是啊 今天也有叫Kita 我又有Kita 沒有知道 今天很好 表現得很好 是否用上次的100元那張券 哎呀 你用了沒有 我還沒用 你還沒用 因為同事叫的 我叫他用 不要試給他 好 2034這個美團的槓桿 新手好的自己拿去 好啊 好 跟他一樣騰訊 好啊 他上個星期 因為我看到有觀眾問 700是否死定 是呀 是呀 為何會死呀 啊 行常有回購應該不會死吧 不錯啊 305元 好硬正啊 站穩300元樓上 是啊 他之前最高是有做過312元的三個月高位 是啊 不錯啊 嗯 雖然有披露說他股東簡遲 但是我都看到他是不斷地用回購 應該OK 可以撐不到股價 暫時 是啊 還有減遲 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 他一定減的 難道會增遲嗎 所以股價反映了一切 是啊 不過看到他淡倉較多 是嗎 人們不相信他 升上來就是這樣 不要緊 我們兩邊都給大家 好啊 大家可以自己選擇 好啊 好啊 22047 2047 這個就是低面值高槓桿的 槓桿有10倍 含寫價就差不多400元 3千多 是的 同一樣的條款之下 我們這個卵價是最便宜的 嗯 如果想小柱資金去駁一下這個 騰訊股價再進一步反彈上高位的話 就可以留意這一隻 22047 嗯 好啊 這隻就是騰訊的叫 是 撲卵也給了20132 20132 是 騰訊撲 這個大家要小心一點 因為這個卵價真的很便宜 但是它的槓桿也高 是20倍的這個槓桿 不過是短身的 給大家短炒 是不能長炸的 好啊 進取營可能即是炒 是 是 是 19倍實際的 行使價是268.68 嗯 最近騰訊也是一樣 喬飛也說過 312那些位置頂住 但是下面300元也很穩 當貿易範圍提高了 先這樣炒 7000 好啊 Lucy問你喜歡看誰的演唱會 除了周杰倫之外 你最近看了什麼演唱會 其實我有些想看Blackpink 好少女 好 但在哪裏 IU我也想看 是 在哪裏開 他之前我不知道 是嗎 我還沒檢查 他之前在澳門 我再次在澳門 問一下Like才知道 其實國內有些演唱會 我也很有興趣 什麼鳳凰傳奇 我猜你們可能不是很熟 我真的不熟 總之很高興 即是YO的那些 你喜歡YO的那些 對 香港我喜歡鄧子奇 哦 宇宙jam 對 他踢球那一次 他相當於夠長 他唱得很好聽 還有他笑容又笑得 就是令到大家看到很有感 具費 原來 Brappink沒有了 即是怎樣 不開了 很難搶 那些費 好 下星期 下星期去佛山 又不上 哇 真的超厲害 Like 你真是 因為這個演唱會 你真是環遊世界 他也有看Tater Swift 他也有去新加坡 可能你們撞過 可能坐在旁邊 可能是 好了 我們先看看 有觀眾問三八八 好 港交所講到三八八 三八八最近資金流 都非常留意這一隻 是過去五天卵場 是最多資金流入了三八八 OK 可能是看到港股成交額 就是有 好一點 增加了 而事實上他有落後 是啊 那 還有其實他之前 接近了今年一個低位 差不多二百二十元 嗯 差不多這個位置 所以現在就 覺得他是二百二十元 上面有支持的話 就可以看看二二九七二 好啊 二二九七二 看看這隻就是三八八的 召喚 你覺得港交所可不可以 受得住二百二十元 應該不會穿 你怎麼看 我就覺得 抓住那些位置 直播率就比較高 我也不敢說他 因為最近他真的是偏弱的 因為我也試過上星期召喚過他 都搞不定 因為我打算指數也上了一萬七 喂 三八八你只有二百二十多元 二百三十多元 是不是可以再上一上呢 但他真的穿給你看 我覺得 純粹計算就是直播率夠了 即是你駁他手都二零 我不用貪心 我上了二四零 其實有一定的直播率 嗯 看到觀眾說他IPO手距跌了 其實我相信會令到有些錢會走 即是三八八 我想現在兩個賣點 第一個賣點就是成交還可以 現在還有過千億 我估計今天也有機會去到一千 第二個賣點就是他給大市下後 看看有沒有機會追下後 好啊 追落後之旋 行券價二百七十元 實際槓桿八倍 樓上九月未到期的二二九七二 二二九七二 那你覺得是否能賣點呢 賣點的話 如果升穿二四零就閃 好 都可以的 如果他在升穿再賣點是嗎 我想如果這樣算的話 你看看有沒有機會去到十天線 大概二百三十二的位置 先開倉 然後如果升穿二四零就閃 即是他可以轉勢 否則他開完之後 再推到二二零的位置 好啊 那賣點給大家 二二零四九 好 這個八仙幾的 實際共軍十四倍 其實很容易到價 六個百分之價外 六月到期 因為見他今次三百八兩次反彈 一十天線就已經頂住了 大家可以看著那些位置 我看到有Angus問 是呀 問九八一 有問九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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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又重回十四個幾個位置 大家又蠢蠢欲動 又想通通通過他 是 那就應該這個 適合這個條款 七仙幾的二三六二二 這個行社價二十元 差不多五倍槓桿 九月到期 好 這就是九八一的通通通 九八一最近還有什麼 我看到一些資金樓是買好倉的 過去五天是一直買好倉的 我想應該是因為他下回這些位置 因為你看圖 他對上一次二月 整個月都是在十四元環行 打底 對 然後很快便衝上十七元 可能大家又吃水滋味 下回來這些位置 又試過入博去上十七元 對 嘗嘗嘗叫叫 九八一 二三六二二 我看到NEO問一百一一零 小米 對 很想說這隻 你怎樣看 我覺得很漂亮 你覺得很漂亮 好像說是 煙花粉我覺得不錯 不錯 你喜歡這個顏色 大家要記住 喜歡這隻 我看到他開賣那天 股價升了差不多四個百分之一 是啊 雖然現在已經回落了 是 資金樓呢 資金樓是否都是吃好倉 開回蛋倉 其實兩邊都有 好倉較多 好倉過去五天入了一千多萬 好倉方面入了三百多萬 是 OK 還有上一次 其實大家都 開股他的車是多少錢 是 當時我就有說 他可能是說得高些 之後出來的價錢便宜 就給大家一個 驚喜 沒錯 現在也算是 是啊 所以其實他好像推銷得不錯 是啊 雷神 真的雷神 他講過故事講到這麼吸引 還要是多少人預訂 八萬八千八百九十八 他是很即時把數據拋出來 好像那些抖音直播賣貨 是啊 真的 這個分鐘買了多少多少量 還有他又給訂金 好像說兩萬 兩萬元 不過好像說有些人是給了錢 但是退不了 退不了你 我看不到有些是這些 是的 OK 不過我覺得他很有誠意 就是如果你是首批的買家的話 他好像親自幫你拉車門 你有沒有看到那張新聞 是雷軍幫你拉嗎 是啊 如果你是第一批買的話 我覺得很有誠意 雷軍真的懂得玩 我沒有看這個 雷軍幫你拉車門 車馬上升價十倍 這個體驗好像已經很舊了 雷軍過來幫我開門 是這樣的 難怪這麼厲害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張圖 他簡直是有拉車門的 對 你看 對 他有誠意 還沒時間開 他有這麼多架 因為我有看到很多人在這個視頻 這個又是心計一輪的市場 對 人家真的很懂得去做 高手 雷軍 開車門也被林 下次入郵 找來 沒有入郵 對不起 充電吧 下次雷軍幫你充電 對 這些網友拍了之後 如果是我 我都會拍一個法國朋友 就是 夠出一輩子的資料 就是 真是一輩子 雷軍幫我開車門 對不對 那說回紙金樓師 是不是兩邊都有人做 兩邊都有人做 一個好倉是一千多萬 膽倉入了三百多萬 以及他的訂單 真的是高於預期 我看到一些大行預估 他今年的銷量可能有十萬 十萬兩 之前市場就說一年差不多五萬兩 現在是差不多雙倍了 而且他的現金樓其實也不錯 就算現在暫時是一個虧錢的狀況 但其實他也有一個很足夠的資金去支持他 營運下去 因為我現在看到一些反應其實不錯 OK 不過我看到唯一一個缺點 如果你買了小米車 你就要射牛 即是怎樣 你要很社交媒體 因為你出去大家都會看著你 哦 因為我仍未 因為你看不到小米的架 仍未見到大家真的開出街 那你如果見到你是不是都會看著 即是不能射孔 如果你要射孔你就不要開 即梁朝偉不能開了 好 是啊 好 即是他那個是很出眾的 那輛車 嗯 是咯 哥子 是 他 是不是真的相似 其實我不太熟 他算不算相似 對比一下 還是說他正說明他是抄襲 那 人家是致敬 哦 致敬 對不起 我用得不好 是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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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難怪這麼好買 又開車門 又致敬 又像抄襲 致敬 我說錯 哦 OK 是 只不過你想想人家二十多晚 是咯 是咯 這樣看來可能小米的車更漂亮 性價比高 性價比高 是咯 哇 小米更有性價比 他也是致敬得很厲害 這麼高的評價 那又不是我高 但是 因為看到大家有些分享 是咯 是條街高 也是那句 股價馬上爆上去 是咯 是 是抄襲 OK OK 講回他的股價 是咯 講回 咯 嗯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呢 是 看到股價真的有升過 咯 咯 咯 是 行水價是18.9 嗯 實際貢哥5.6倍 9月尾到期 好 這就是小米咯 我們有沒有抄襲 抄襲 抄襲 抄襲是216 22 216 好 好 這就是小米抄襲 行水價13.4號8 14貢哥12倍 5月尾到期 嗯 好 好 4千多 這個也不錯 我也是喜歡抄襲 好 看看有沒有機會抄襲 是 22216 好 因為始終我覺得現在 大家熱情這麼高漲 可能遲些 是的 等一等 是等一等 是否真的有這麼多人訂 是 說開車我們可以說一下比亞迪 是啊 因為今天也看到有宗新聞 商務部部長 他就是發覺 一些電動車的一些會議上面 就說歐美說我們這個中國產能過剩 是毫無依據 另外就是內地去放寬這個車的貸款 嗯 自用的話可以貸款百分之百 是的 即是不用付首期 不用付首期 都可以買到車 是的 去提振這個消費的信心 嗯 是 所以看到今天的車股 即是以比亞迪為首 比亞迪今天也升了 嗯 最新差不多30% 然後其他的車 理想也升了 理想也升了 也厲害 是的 小朋友就差一點 小朋友也要跌 未來也要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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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一二一一 和理想最強 是的 我買給亞迪先 是的 給亞迪三月份的森林園汽車銷量 一年都增加了差不多46% 嗯 特別留意海外銷售那裡 有一個比較重大的突破 嗯 海外銷售差不多都有38000多輛 西文園汽車 嗯 今天暫時都可以跌2% 對2% 對 資金流這段時間 大家 資金流是薄好倉多些 薄好倉多些 是差不多1300萬去好倉 淡倉方面就流出了800多萬 哦 好的 好 我們不如都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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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那聯絲的話有8000多的22647 嗯 是 實際槓桿七倍的 嗯 行使價241元 那 到期日就9月底 嗯 這隻就給我們的聯絲 好的 坡倫的話23667 23667 23667 行駕價差不多160元 所以槓桿6倍,9月未到期 我現在駕著比亞迪淡倉,我還未離開 我還是淡淡的 為什麼你全部都是淡倉的? 不是的,我有好倉的 正估就是好倉 正估好倉後買淡倉去對沖 我是淡淡的這些車子 我覺得它的競爭很大 而且讓阿迪看著210的大位 如果升出便離開 近來的頂都打得挺緊的 暫時就先看著這個大位 理想,我們有沒有產品選擇? 好 理想的話就23570 23570 這就是理想的call 行駕價是199.99 對,這個是軟價的 實際槓桿有5倍 雖然軟價但夠長身 所以都拿到5倍實際槓桿 9月底到期 對,我們有一個再近一點的,是20296 對,但是這個也是要留意一下這個時間值的關係 因為它現在已經兩千多了 這個槓桿就高一點了,就是8.5倍 對,而且沒有價外三十多倍 沒有那麼軟價 對,軟價的,不過短身 都是一些爆炸叫 對,所以就看看大家如何一個部署策略 去減這兩款 對,看短線爆炸的,通常是20296 坐久一點的就是剛才那隻23570 對,而且你之前公佈了它調低了它今年的交付量 它之前說十萬兩差不多一季 現在在下調度最高是7.8萬兩 其實我看到它的數據出了 其實都有8萬兩 對,比它調低的數字好一點 我也很喜歡它這麼快速調低的 很鐵地 我跟它說,總之它開始吹到很大的 一年是85萬,我沒有記錯 然後轉頭,第一季不行 立即就按下它 一年是80萬 80萬,之前 現在立即要按下 我猜它應該全年都要下調 因為上一次我們都要幫它寄過 你一季三個月現在才八萬 今年還有九個月 差不多每個月都要賣 差不多八萬樓上 其實是一個很… 運行是 impossible的 對呀 對呀,所以股價也反映了 它也馬上下到120萬的位置 對呀 不過大家已經負責了悲觀的預期 可能遲些股價再反彈 大家就可以用摳輪去部署 看看車輛有沒有新的更新 我們今天是否還沒說 我們要說說油股 油股的話可以說說油股 三桶油883今天又升高 不過現在跌了857 就繼續升高 上星期中海油883和857 上星期都錄得差不多6%的升幅 還有要留意油價已經連升了6天 非常之硬正 8583已經去到今早上到19.7號8 差點20元了 而且過去一個月857 有一個追落後的情況 一個月升了17% 不過按年紀最強都是857 他升幅有高達50%的 所以我也想請教一下牛股 三桶油當中 是不是也有馬太效應 是不是也要選883呢 我自己也是 如果你是唇炒的話 我也是覺得883就好一點 因為一來他派適的能見度高一點 二來他看一幅圖 他每次落到10天20天線 他就會彈 似乎技術性都容易去計算 現在830天線就18.4元 20天線18元 大家如果想做好倉的 我想捉住那些位置薄 就相對舒服一點 是 因為留意他出了業績之後 股價跌 因為差過預期 不過我看到他慘能方面 其實連續五年創新高 看到回調完之後 股價可以再上 再有動力去破頂 所以其實很多科倫已經到價 或者是勤價 所以適合交易其實不多 我們最深就出了23984 中海油現在算是市場最適合交易的條款 同類型的產品當中 我們一直是開價開得最便宜的 行駛價是20.75元 實際槓桿7.7倍 9月尾到期 一毫多 9%價外有射程範圍 又不算太遠 有差不多8倍實際槓桿 可以維持住位置做 如果看賣資金流 883是吃虎多的 始終它升得這麼快 資金多是流出召喚的 有資金流向看 反而是857的話 是好倉很喜歡的 哦 857好倉很喜歡 連續三天流入召喚 真的追落後 是啊 所以857都給大家 23516 23516 857 call 23516 嗯 這個就快到價 差不多3.7%的價外 行駛價是7.5 實際上有8倍 是中長新的 7月尾才可以 這隻就857 call 23516 OK 360我們有沒有 360我們也有 360我們也有 22582 22582 360也有多人玩的 因為它真的是最落後的那隻 是啊 這個行駛價是4.76 只有實際槓桿 也有8倍流上 9月尾到期 他派息比率都高 他高的 全年派息比率達到75% 是啊 暫時都是 他的升幅是最小的 不過 差不多今年也有超過13%的升幅 三桶友真是跑贏大試 是啊 22582 386 call 最落後的那隻 大家可以試一試 1024和9全8 兩隻都有 看到 快手 今天上過50.9 又下回49.8 暫時升近0.3% 快手20651 這個五千多 call 行駛價是68元 實際槓桿有5倍 長生的10月尾到期 這條款還可以 夠長生 5倍實際槓桿 我自己也有拿正庫 哦 怎樣看 我覺得這些位置舒服 40多元 50元 上當日你炒虧轉型 那時是70元 現在業績這麼厲害 只有50元 我覺得有空間再上 是啊 還有他最近股價走勢比較平穩 隱身波幅也跌了 哦 OK 所以現在他買的卵價也比較便宜 這隻是5千多 我看到有觀眾問 9988的鋪 9988的鋪 是啊 阿里巴巴 好久沒提過這隻 資金樓是不是都很安靜 還是多 薄反彈多 薄反彈多 是啊 都一直薄反彈多 六字頭開始薄反彈 這個你是不是也是買破 我覺得我直接不搞它了 哦 是不是失去 因為它很悶啊 你70多元 你撈下來好像不太跌得下 但它又升不到上去 不如繼續淘寶算吧 是啊 我可以光顧它算了 你有沒有什麼看法啊 就是阿里巴巴 我就是覺得他 大家就是有些覺得他做一些計劃 但又不去執行 哦 是啊 他的公信力現在就是有點差 感覺他的管理有點混亂 就是不像小米那一種 OK OK 小米的故事說明夠厲害 是啊 你告訴這個故事你不執行 之後又說我不做了 原來就是給人一種舉起不定的感覺 一種渣男的感覺 是 騙我的感覺 騙我的感覺 是呀 騙了 飛飛你真是大膽 但是街上也不理會 繼續相信這個男人 是啊 繼續叫他 他引申報告最近都下來了 OK 可能也便宜了30多元 是啊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科技股 其實你也需要說一些故事出來 給投資者聽 你現在好像沒有什麼故事可以聽 最少一些故事來來了 我們說的 說完之後原來是假的 你說完之後是真的嗎 哈哈 原來是真的假的 只是吹噓的 所以這些位置 我想 我覺得9988好創 有些耐性 嗯 即是他可能偶爾進去 變數太大 是啊 如果是有些長生叫 好啊 找一隻長生一點的 因為你不知坐何時才肯走 我覺得988 好啊 2973 這個是我們最長生的 2973 是啊 這個是今年米才到期 10%階段 兩位置都可以 好幾次之後 5倍的槓桿 不錯啊 這個也有 對 雖然槓桿低一點 但起碼坐得舒服 嗯 十月底又不算太可憐 是啊 引身波幅都會回了一些 30多 是啊 OK啊 所以都可以把5倍的槓桿 嗯 好啊 22973 這隻9988的 叫 剛才有人問 988的叫 噢是呀 白刀 看看 你有沒有看法的白刀 看看它現在回到紅底之後 其實之前我們都說過 就是內地的AI估計都是看它的 還有它說過業務那方面其實都做得不差 我看看資金流行方面 最近就好像靜了一點 我就覺得它 100元以下 我覺得它也是炒上落 你覺得它會再回到100元以下 不奇怪 它要下去很容易 因為我覺得它95元的底下打得很穩 之前做了雙底 但就不是想像中那麼厲害的力度 即是如果你的AI是那麼厲害 現在就炒上去 我就覺得如果你招呼的話 就捉回100元就比較便宜 是啊 等一等 看看到時有什麼再AI概念出來 那時候就會看回你一隻 20700 這個槓桿告高 12倍的 5月尾到期 行使價128 好啊 這隻就爆炸叫 12倍的實際槓桿 短線操作 短線操作 我們有沒有什麼補充 有沒有遺留 我們今天說了很多不同的產品 其實我也看到觀眾留言 說小米的設計真的很強 外形美感設計真的很強 我覺得它的實用性也很強 我家裡的吸塵機也能用到 膀也能用到 空氣清新機也能用得很好 我也有 吸塵機也很耐用 所以我不太明白它怎麼賺錢 這麼厲害的東西 很捲啊 是不是啊 很捲啊 最後回答941 不如 我見到941 今天都算撐著市 可以啊 升了1.4% 舒舒服服 又升了68元 22260 1號4 行使價70元 快到價 實際槓桿也高 有14倍 9月未到期 941 都坐得比較舒服的一隻 941 941 你不嫌不去瞞 其實很好 它自然就上來 是啊 還有941的鍋子 所以槓桿也夠厲害 14倍 嗯 確實有 十幾鍋 所以 看著941的好倉 上70元不是夢 就這樣決定 好 好了 我們今天都差不多了 講了這麼多不同的資訊給大家 是 我們有沒有什麼要再補充 有什麼要申報的 不需要 申報未持有任何股份 好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你 好啊 謝謝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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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我 好 budd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